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人的运气 真的一直都没有办法转运 或者运气都卡卡的都不好 那么如果你的工作事业 财运 家庭 健康 爱情 都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甚至你的人际关系 我们要怎么样来转运呢 今天教三种最简单的密法给大家 一定要看清楚 不要小看 这些事情很简单 而且不需要花什么钱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的运气不好 快试这三种密法 可让你强势转运 在家里面的房间摆三颗水晶 或是躺在床上找三首清音乐 佛曲也可以 例如有雨声的音乐 然后呢 因为雨声可以洗涤我们的身心灵 接下来呢 例如心经跟钥匙佛经 因为佛曲可以进化我们的业障 来 我们来听听看 这样的一个乐曲 到底什么乐曲 现在呢 在播放的是听到水声的声音 你可以观想 有瀑布的也可以 有瀑布的 有瀑布的好像你在瀑布的下方 它帮你洗掉一些烦恼 那听雨声呢 如果我们在床上呢 听雨声的时候呢 你要冥想 你正在进化你的心灵 好 接下来 这是呢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班众波罗蜜多信经 班众波罗蜜多信经呢 它能够消灾结恶 那你们一定会问我说 老师 那如果我不是佛教徒 我是基督教 或者是天主教 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好 不管你信任何的教 日本教也好 你也可以呢 下载他们的经文来听 那如果是呢 天主教呢 或者基督教的话 你可以呢 用十字架 握在你的手上 你没有听经文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握在你的手上 刚才第一步的雨声 下雨的声音 你就可以将这个握在你的手上 或挂在你的胸前 通常一般的话呢 我们呢 在这样的做法的时候呢 洗涤我们的身心灵 是最快速最有效 为什么要在床上呢 而不是打坐呢 因为一般人不会打坐 你躺平的时候呢 你的五脏内斧都会放松 五脏内斧一旦放松的时候 你的运势就会一直 因为这些音乐呢 而随着改变 当然你要全部放空 不要再去想什么 我昨天怎么样 我前天怎么样 或者我跟先生啊 我跟太太之间怎么样 或者呢 我在公司呢 遭受到一些什么 工作事业的困难 都不要想 你要全部的放空 这才能够呢 开始进化你的身心灵 来 另外呢 药师佛经呢 对有病灾的人是最有效的 比如说你现在健康上不好 像我每天早上都会念药师佛经 为什么念药师佛经呢 因为我念药师佛经呢 就是帮大家消灾解恶跟化上 所以呢 你一定要听听药师佛经 那药师佛经人体呢 难免有一些障碍 这个身心灵上面呢 比如说心灵的障碍也好 身体的障碍也好 或者健康上面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 你就听听药师佛经 药师佛经呢 在大藏经里面呢 龙藏经里面 它是收入在龙藏经里面的 所以呢 药师佛经是相当有强大能量的 而且药师佛经 它是一个蓝色的光 蓝色的光呢 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透析呢 我们的脑袋 一直到我们的心 一直到我们的手跟脚 它整个呢 像琉璃光一样 可以透析我们的运势 来 好 那么呢 很多人说 那老师 除了这样以外 我还有什么作用呢 这些水晶球 水晶球有五种作用 第一个呢 绿色的代表什么 开智慧 所以你平常呢 如果你那一天呢 是在做进化的时候 你也可以将水晶球 摆在你的房间 让水晶球的能量 你去摸摸它 那你摸它的时间呢 你要跟它对话 跟水晶球对话 赶快呢 让我的运势转变 让我的工作事业运势转变 让我的呢 所有的一切呢 在职场上面的运势呢 可以越来越旺 越来越好 而且让我生生不息 绿色的 绿色在2024年呢 它代表的是鼠木喔 鼠木的话 跟我们天干是相应合的 相应合的 所以呢 木就是开智慧 生生不息 也让我们的这个学业功课呢 可以一直不断的提升 好 水晶球的颜色叫能翡翠 这个能翡翠的这个能量呢 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 可以去除我们的烦恼 就像我左手边有三盆树四盆 那背后呢 也有很多的绿色的植物 为什么要这些呢 因为呢 这些植物呢 可以让我呢 好像在躺扬在一个 这个无人的世界当中 所以呢 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呢 我的身旁有很多很多的绿色的植物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黄色的水晶 黄水晶呢 大家都很清楚 它是招财最快速 最有能量的 所以你摸它的时间呢 跟它对话的时间 大概10分钟以上喔 10分钟 最少10分钟 7分钟也可以喔 但是呢 7分钟一直到15分钟 是最好的时间 因为呢 你整个会放松开来 放松开来的时候呢 这个水晶呢 你跟它对话 它会有反射能量给你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水晶体呢 在地底下蕴藏的时间 都超过5000年以上的历史 一定要5000年以上才有办法呢 形成水晶 那如果是呢 宝石类的东西 它是上千万年的 千万年喔 所以呢 这个呢 水晶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的形成呢 是一个 有强大能量在地底下 生长出来的 一些水晶体 这些水晶体呢 帮助我们呢 在人类的这个 运势当中呢 可以净化一切的 不好的运势 好 那粉水晶 粉水晶有什么作用呢 粉水晶呢 它最重要的就是呢 转化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桃花 我们的感情 因为呢 人际关系呢 跟我们职场 有很大的关联 如果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呢 这问题就会很大 所以呢 粉水晶呢 它包含的羽翼很多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桃花 人际关系 再来就是我们的感情 内在的情感的抒发 所以呢 你握着它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跟家人的感情 不是非常好 或者跟公司同事的感情 不是非常好 你这个时候要全部放下 放下什么 不要去怨恨别人 因为怨恨别人 你一直在你的内心 产生什么 病体的出现 会产生身心灵病体 不断的在恶劣的循环当中 所以呢 人际关系的调和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的身心灵得到了一个平衡 安定 你的运势就会开始提升 也会转变 水晶球的能量呢 是可以让我们呢 整个的运势呢 你手握着水晶球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冰的体 冰的体呢 会让你非常的舒服 会让你通畅 身体舒心通畅 好那接下来 你必须不能想任何的事情 这个时候呢 你必须不要想任何 不要将那些不好的事情 放在心里面 心里要全部放空 你才能够吸收到 歌曲或佛曲中 好的能量 释放自己的业障 其他的时间呢 你就可以闭目养神 不要想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反正跟不开心 不快乐的事情 统统不能想 这个时候呢 你是整个要放空的 然后呢 手跟脚不能拿任何的东西 你要整个呢 躺在床上 让你的这个身体呢 躺平 躺平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会让你整个呢 磁场会调整跟改变 好 接下来 去找一家温泉 需要用一整天的时间 去泡温泉 最少泡四次 为什么要泡四次呢 一天二十四小时 需要在最强的时间里面呢 将自己的业障去除 泡温泉可以去除业障 很多人在假日的时候 全家带着去泡温泉 或者男女朋友 或者夫妻带着去泡温泉 泡温泉它最大的功用在哪里 因为呢 除了温泉的这些呢 热气呢 可以呢 解除我们的疲劳以外呢 还有呢 温泉的 里面的物质呢 也可以呢 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里面呢 开始产生一些变化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早上保时呢 五点到七点 这是太阳升起最好的时程 开始太阳的能量呢 已经在天空中了 所以呢这个时程是非常好的 不管你到任何的一个国家 任何的一个地方去泡温泉的时候 早上一定要起来泡 五点到七点 这时段不用挑 就是这个时间点 你都随时可以泡 泡多久时间呢 最少半个小时 最好泡半个小时 因为呢 半个小时呢 它循环才三十分钟 来 接下来我们看 中午呢 十一点到一点 好 这是太阳能量最强的时候 太阳能量最强的时候呢 你可以吸收到日月的精华 太阳的精华 这个能量呢 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呢 产生一些新的变化 所以为什么要去晒太阳 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 太阳可以攻击我们人体 非常多的需要的物质 好 那太阳这个时间点呢 它是能量最强的 就算你没有晒到太阳 你不是屋外的温泉 你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泡温泉 好 下午呢 五点到七点 下午五点到七点呢 就是我们下班以后 下班以后的时间呢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 当然不是下班才去 就你一整天 你用假日的时间 一整天都去泡温泉 这个时间呢 人际关系的时程 人际关系的时程呢 就是可能呢 你晚上呢 有一些活动啊 一些同事啦 朋友啦 同学啦 家人啦 要一起聚餐啦 或者呢 要一起呢 唱歌卡拉OK啦 这个时间都是人际关系的开始 好 所以晚上的人际关系 跟白天人际关系不一样 对不对 但不是 不代表你去酒店夜店 这不代表是这个意思 那半夜只是 11点到半夜一点 这是月亮最温柔的时刻 好 月亮最温柔的时刻呢 我们从早上的太阳接到晚上月亮 叫做日月精华 我们泡这四次早呢 一整天的日月精华都被你用了 那也代表你整天呢 你的身心灵的洗涤呢 从白天到晚上这段时间呢 你开始呢 好好的进化你自己 你们不会打坐 不会念经都没有关系 用听了就好了 如果你愿意打坐那当然也很好 好不好 那泡温泉是一定要做的 为什么 我刚才已经讲到很清楚 这个时辰里面呢 你就算不见到太阳 不看到月光在泡温泉 如果你是在室外泡的话 当然也可以 对不对 好像有一些室外温泉 它是可以接受到太阳的能量 也可以接受到那个月亮的能量 那这些能量呢 可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通体舒畅 一整天呢 日月精华 净给你收在你的身体里面 所以这个为什么 一定要在这些时辰泡温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以上这个时辰呢 是紫时保时 午时跟有时 植物保佑 植物保佑也是呢 桃花人际关系时 一个人呢 他接触到面物品 你可以不喜欢他 你可以不爱他 你也可以不要使用他 但人你没有办法 比如说家人 你没有办法拒绝 他就是你的家人 孩子就是你的孩子 父母亲兄弟姐妹 都是你的亲人 好我们除了这些以外呢 当然呢 这些家庭的成员的关系 你是没有办法拒绝的 还有呢职场上的关系 虽然你可以换工作 但你换的工作 会更好吗不一定嘛 所以你开始用这样的 来进化的一个方式呢 让你呢 在一整天以后 你的运势 就会很快速的提升 所以呢大部分人 都是人际关系有关系 所以你必须在这个时辰 放空泡澡 每次最少半小时 洗去我们身上的污垢阻塞的问题 打人际关系的阻塞啦 违缘障碍啦 这些都在这个时候 赶快洗掉 越快越好 如果你现在的运势 已经真的走到谷底了 或者你的运势非常差的 那当然要这样做了 那是属于个人的 接下来 好在你进化的这一天呢 你不能大吃大喝也不能喝酒 你在吃三餐之前必须喝一杯阴阳水 就是冷水加热水 颜氧水在进化你的肠胃内脏 喝完了十分钟以后才能吃饭 好喝完水以后呢 如果你整天的排尿排片非常好的话 那就非常恭喜你 代表你体内的毒素都开始排出来了 不需要看医生 这个不是叫你去看医生 而是进化我们的身体的皮肤的一些不好的运势 加上我们内脏不好的一些障碍 都会帮你清除掉 所以喝一大杯的水是最好的 慢慢喝 好 接下来 这一天你不能吃三种食物 所有的炸东西都不能吃 鱼头不能吃 猪脚不能吃 好 为什么 头跟脚不能吃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一天 等于在进化我们自己 所以你这样不要吃 动物的鱼头 什么鸡头 这些反正头就不要吃 炸的不要吃 炸的会让你 整个进化的过程都白费功夫 好 那猪脚不要吃 很多人喜欢啃猪脚 鸡脚也不要吃 跟脚有关的东西都不要吃 好不好 我们要有头有尾 多吃青菜香菇三产水果都可以 这些食物在进化你的内在循环 炒香菇 什么丝心野菜 地瓜叶什么你看看 那还有什么 你要吃一些 糙米饭啊 或者肉类都可以 但不可以吃头跟脚 好 接下来 因为会让你的神经放松 你不开心的事情你可以哭 你就尽量哭 只要哭出来那些业障就会跟着减少很多 但不能对着别人哭 不能开口骂以免再造口业 不能不喜欢这件事情一直骂一直骂 好 你就算在房间骂 一样再造口业 知道吗 你去死啊 你这个什么大坏蛋啊 你一定会下地狱 这都不能讲 知道吗 这绝对不可以诅咒别人 那诅咒别人呢 对自己也非常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的口业一直在增加当中 那这些口业要消除非常困难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好 接下来 洗温泉或泡澡可以进化我们的肉体 洗去我们沾染到的污垢 洗完以后睡觉就算睡不着 也可以躺在床上修正阳气 好 很多人在假日的时候 又忙忙碌碌的 你花一点时间把自己赶快进化 进化以后你的运势就会变好 那你会问我说 那老师如果我去温泉的地区 租一个房间来住 当然可以 你如果有钱这样花的话 当然是可以的 这个对你来讲还会更好 因为有西边的吸水可以看 也有吸水可以听 然后有瀑布的地方 也可以让你去观赏瀑布 所以你的音乐里面 最好要有下雨的声音 雨水可以洗去什么 树上的尘埃 地上的尘埃 空气中的尘埃 知道了没有 为什么要听下雨的声音 就是这样的 它可以下来以后 除了屋上的墙壁上的很多的尘埃 都因为下雨而洗滴 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 你听到雨滴的声音 下雨的声音 嘻哩哗啦嘻哩哗啦 我告诉你 你就在进化你自己本身的业障了 来 接下来 好 你喝的营养水以及青菜水果 是上天宇宙给我们最强的能量来源 这些可以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能源 身体健康心灵健康一切就会健康 来 接下来 好 这支宇宙赋予我们神奇的改运能量 大家可以试一试 如果你依照这样的法则 每段时间都可以进化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 所以不要去怨声再导的 然后很多事情要先观想自己 我到底有做错了些什么 我对人 对事情 到底我有做了些什么 对自己不好的 所以我的业障这么多 我告诉各位 业障越少就是少开口批评别人 少说话 指责不是 这些都是介绍业障最好的方法 好 这次海洋老师的 全球开运粉丝团 那请加入我的全球开运粉丝团 谢谢大家 因为我前面的Facebook 好几十万人被盗了 所以我现在加了一个全球 林海洋全球开运粉丝团 我本来是林海洋开运粉丝团 现在已经旧的粉丝团没有了 请大家加到我的开运粉丝团 就要再看到全球 好 这是我的Lite 这是我的微信 这是我的皇家秘理学有兴趣的朋友 那小编给大家 你们可以加入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好 我想今天的改运法则 非常简单而简易的法则 不需要花大钱 也不需要 让你疲于奔秘又去做法会又做什么的 真的不需要 当然拜拜也可以 拜拜自己去拜拜也可以 但拜拜很多人不会拜 下次我来教大家如何拜拜1.0 谢谢你们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再订阅一下小铃铛咯 拜拜